各位一斤实战训练营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舒凡老师 那这次课呢 是我们一斤实战训练营 侧名起名模块的第四次课 我们来讲解一下 如何根据因形意来选择姓名 那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们讲解了 我们可以根据八字 根据五格 选出好多个姓名组合里面 我们得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姓名的备选库 那现在当我们从这个备选库里面 进行选名的时候 那这一步就需要我们人工来选择 我们的大脑里面要高速的运转 那我们运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三样东西 就是因形意 那这堂课我们就来讲解 如何从我们的备选库里面 根据因形意选到相应的名字 那因形意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字音 为什么要看字音呢 因为每一个字啊 它的声音里面是有相应的能量的 就像我们常说的绳线丝 你自己的口腔里面 就能感觉到它是由粗到细的过程 再比方说我们说很多字 像开口音和闭口音 它里面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的 你讲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顺还是不顺 舒服还是不舒服 这个能量我们自己的心里都能够感觉得到 第二个就是字形 字形就像一个字的符号一样 那这个符号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它能不能做到既好看又好写又好用 在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里面啊 姓名是我们的第二张脸 那你这张脸到底让人视觉上效果怎么样 那就要看字形 第三个就是字意 字意呢就是你的名字 不管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 甚至是四个字的时候 你在名字里面别人读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的汉字会对这个人产生怎么样的联想 那这样的联想的一般会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让这个人眼前有了画面感 比方说观山月 你就感觉到山上有一轮明月一点点的升起 那还有的比方说像刘家瑞 那家中的风瑞 那这样一个含义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字意就是看这两个方面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好的值得选择的内容 那我们分开来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字音 字音要好听 怎么叫好听呢 比方说说起来的时候比较上口 如果你在传达的里面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响亮 过多的闷葫芦就不太好 第三个就是听起来比较好听 如果能够有一定的音乐感或者是节奏感 那就会是比较好 那有人说老师啊 我不是特别懂怎么叫上口响亮好听呢 其实大家可以研究研究我们的普通话 波音发声 比方说花红柳绿 你听就非常的响亮 那江河湖海就比较响亮 但如果你像说姓名的生母孕母相同 那这样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 你说起来的时候呢 比较闷或者比较奇怪 比方说您好 我叫汪维威 那这个时候就让人感觉三个W出现的时候 那就会导致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再比方说您好 我叫包邦博 那这样听起来的时候呢 总觉得哪里不太舒服 有些人说老师 咱们怎么能论证一个名字哪里不舒服呢 不重要 很多时候一个名字呀 你舒服不舒服 你心里就很清楚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起名的时候啊 要避免那些听起来不雅或者不吉利的谐音 比方说你好 我叫李史 我叫韩渊 我叫流氓 我讲到这里恐怕很多同学已经哈 怎么可能有人起这样的名字呢 哎各位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真的查一查中国的名字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名字都有 这些真的不算比较奇怪的 你看这样的名字呀 就会有些很奇怪的谐音 或者听上去很不吉利的一些谐音 那在这样的时候呢 别人听起来就觉得你的名字非常奇怪 那这样的名字呢 我们尽量也不要起 第三个就是避免那种声调读起来啊 非常吃力的名字 比方说您好 我叫刘景选 你看这三个字啊 都是我们普通话里面的三声 这样读起来的时候呢 拐弯拐的非常多 那说话的时候呢 别人读起来也比较累 哪怕三个就是一声 你好 我叫张书香啊 好像好一点点 但是尽量咱们也稍微避免一下 你看我叫记中线 那这样三个字都是一样的音的时候 听上去也是怪怪的 就好像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冲击力 但这种冲击力呢 其实让人听上去并不太舒服 我们的三个字的配合 最好是能够有 一二三四声的这种配合 那这样的名字听起来呢 音调就更加的婉转 优扬 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 在我们设定字音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南北方的方言的差异 比方说有很多地方 它是支支不分的 这叫平翘蛇不分 还有很多地方是勒勒不分 比方说利和逆 它就不分 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员生母啊 员这个生母它是发不出来的 比方说软软不分 勒和日它不分 那所以呢 很多地方咱们在起名的时候啊 就要考虑到不同的方言因素 有人说老师 真的要考虑这么多吗 我自己叫着好听不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世界是平的 我们现在我们可能跟各个地方的人 都会进行下来的交流 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的领导 如果是一个南方人 他对你的名字 就是每次都说不出来 或者每次发你的名字的时候 都会有旁边很多人很尴尬的笑话 那这个时候你的领导 会不会回避叫你的名字呢 那你能给领导带来尴尬 是不是也不太好了 所以咱们在起名的时候啊 尽量多考虑一些南北方的因素 和方言的差异 把让别人尴尬这个事情啊 降到最低 第二个我们来说一说字形 字形要好看 首先是不要用笔画太多的字 这样给自己和别人啊 压力都特别大 我们知道在幼儿园里面 真的有小朋友 自己的名字写不出来急哭了 因为他真的学不会笔画太多压力太大 这样真的会让小朋友在小的时候 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反抗 产生一个阴影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第二个就是在名字不守偏旁啊 要避免过度重复 比方说你的名字就不要用两个都是单元旁 或者两个都是搭耳旁等等 如果不守啊 偏旁啊 重复特别多的话 其实这个名字也会让别人觉得怪怪的 或者说别人一看就觉得哎呀 比方说你用了两个字都是三点水 那在别人看来就会觉得 哎你是不是命里缺水啊 哎呦你这个人这个名字还蛮讲究的嘛 那总会觉得带来一些其他的说法 所以呢咱们尽量避免过度的重复 让这个名字啊能够有更多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不要选择冷僻字 或者说生僻字 为什么呢 就是你用生僻字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拉远你和别人的距离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经常会有同学提这样一个问题 说老师我问问你这个字算不算生僻字 那我要告诉你的事 如果你已经问出来说这个字是不是生僻字的时候 其实你一定已经遇到过在生活中 有人跟你说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字是不是生僻字啊 要由你的旁边的人群说了算 比方说你身边的人都是本科硕士博士 那这个时候你用一些稍微生僻一点的字 这个时候别人会说 哎你还蛮有文化的 哎呦这个字用的好 但如果你身边的人 大家就是为了交流方便 才用你的名字的时候 而你这个时候一个生僻字 别人就会用什么感觉啊 哟哟哟 你父母的文化水平真高 你看这字我们都不认识 那当这样的话说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阻隔你跟别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尽量不要选择生僻字 然后就是少用那种多音字 尤其是呢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种多音字 因为遇到这样的字的时候 别人随便叫一个 你有可能不满意 但如果别人真的要叫起这来 非要每次跟你交流都要跟你交流一遍 你到底读哪个音的时候 其实无形中啊 就增加了你跟别人的交流成本 那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普通人的身上啊 不要用过于高大 过于这种有一些宗教意味的这种字 都是避免的 比方说天地皇帝 是吧 姚顺 包括龙等等这样的字样 因为这样的字样 说实话 咱们普通人啊 担不起 我们大多数人讲究的都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咱们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造一个那么大的意象 那其实很多人是担不起来的 还有就是不要在名字里面放太多宗教意味的字 比方说道啊 禅啊 等等 当然如果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学术信仰的话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啊 咱们自己起名里面就不要有太多这种强烈宗教意味的字 毕竟有很多的字 它其实不怎么在非宗教的场合使用的 那下一点就是说我们起名的时候 你的组合尽量去好记一些 比方说咱不要用那些比划太多的字 比划太多的词 比方说饕餐 比方说麒麟 有些老师不对啊 你看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现在不也很火吗 你知道郭麒麟这个只是他的意名 他的本名是奇妙的奇森林的林 所以他本名并不是这样一个 当然你字多了之后 因为现在奇林有一个吉祥的意象 那这个也可以用哈 第二个就是你组合起来的时候 你的名字偏旁不守 也要避免过度重复 就是你如果你都用相同的偏旁不守的话 这样的组合也是很奇怪的 第三个就是不要用那种太俗的组合 比方说哎呀 陈小二张老三等等 这样的名字呀 其实有一点过于俗气了 因为现在时代我们是希望把很多的吉祥的树梨给到我们的孩子 给到我们的家人 而不再像过去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起一个贱民好养活 王二狗张翠花等等那样的名字 咱们现在就不要用那样俗的组合了 那个其实也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怪的 第四呢就是作为咱们中国人不要取太阳化的名字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用这样的名字 比方说叫张亨利 王约翰等等 但是现在呢咱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烈 所以大可无必取这种太阳化的名字 那这种组合好记好听好看就好了 那在起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忌讳的东西 比方说第一个就是避免这种消极的意象或者字词 那这种消极的意象你读起来之后觉得不舒服 听了之后让人觉得心里有点沉寂 这样的名字咱尽量不要起 第二个就是起名的时候应当注意性别差异 当然也可以刻意去弱化性别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比方说有的时候有些男生他希望自己更加文雅一些 那就会带一些儒啊 古代文雅等等字样 女生希望更美好一些 比方说周芷若的芷若 那这个一听就是个女生的名字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他希望说能不能起个中性的名字 男生相对温和一些 女生相对更坚强一些那就取一些中性的名字弱化性别 这个也都没有问题 那在我们起名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根据家长或者说起名者本人的需求来进行相应的调整 那在起名的时候要有度啊 避免过度吹嘘或者是过度的这种自牵自剑 比方说有的人起名叫张万能或者叫李无敌 哎呀这样的名字咱们就尽量不要起了过度吹嘘 那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哎呀那我就谦卑一些 那我就叫王贱啊 我就叫李最差 我就叫李最低等等 用这样的名字过度的自牵自剑 没有必要 我们说过去的时候说起个贱名好养活 那也不过是一些民间的说法 现在呢我们不采纳这样的方式 我们更多的名字是带给我们的意向和祝福 还有就是不要去起跟名人相同的名字 避免一些不良的印象 我记得之前很多人都起了一些明星这样的名字 但是随着那个明星一崩塌 一下子那个名字就不敢再用了 所以不要去刻意起名人的名字 包括是已经去世的人的名字 避免别人把很多对那个名人或者古人的意向 加在你的身上 人一旦被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总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还有就是起名的时候不要过于肤浅 比方说什么张美丽啊王漂亮啊 这样的名字咱们就不要了太肤浅了 那起名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度的体现这种成就的意义 比方说李来福张书珍等等 这样的呢很多就已经像是过去的封建时代 很多人讲究三从四德啊 或者比较讲究多子多福啊等等 一些传统的封建观念 不要让这些观念出现在我们的名字里 还是要有一些时代性的与时俱进的这样一些内涵 那这才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名字啊 那在起名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一个名字出来之后啊 并不是说这个名字就已经起完了 而是怎么样 你要学会对一个名字进行解读 为什么呢 同样一个名字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是不一定能读出这个名字本身的好和坏的 而通过我们的解读往往能够把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让他解读到他非常满意 也有可能对于一个名字 我们能解释出新的不同的含义出来 那这种含义能够让家长对孩子的期望焕然一新 甚至能够影响到这个孩子自己的志趣 举一个例子 我叫书寒 那书呢就跟读书的书一样 寒呢就是非常有内涵 所以我把它解读为叫做饱读诗书富有内涵 但是呢如果你跟我的解读是 哎书就是舒舒服服 寒呢就是你躺在那一个小懒汉 所以呢你就是一个舒舒服服的小懒汉 那如果这样解读的话 可能我身上的那种勤奋感就没有了 我会觉得哎我的名字已经注定了 我是一个舒服的小懒汉 我就没有什么奋斗的动力了 所以对于名字的解读 要找到一个吉祥的能够激励孩子奋进的这样一种解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你的解读也会影响别人对孩子的名字的判断和解读 举个例子 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大家好 我叫舒寒 舒寒的意思就是饱读诗书富有内涵 别人一听嗯这是个有文化的名字 但如果站起来说哎 舒寒嘛 我当时爸妈也没给我好好起 就觉得舒舒服服的人有点内涵就好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呀 求贤的一个散仙 但我这样说完之后 你觉得我的领导还会好好用我吗 就不会了 所以你对名字的解读也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 所以呢建议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名字呀 都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解读之后 把它固化下来 这样不断通过你的解读改变别人对你自己的印象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姓名解读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思路和方法 要查一下他的姓和名这种文字的每一个字的意思 然后查询姓名每一个字 包括他的组合与他相关的诗歌呀 成语呀 包括画面意象等等 那通过这些呢 对名字进行多个角度 一般是两个角度的解读 第一个就是这个名字能不能解读出画面来 第二个就是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让我们觉得比较好比较吉祥 然后呢可以把这些画面和意象啊 都给到我们的启名的决策人 让他来进行决策 但是我们给他选项的时候呢 要给他一些倾向性的建议就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些姓名的解读和赏息 比方说安如山 那这个名字取的是杜甫的那个风雨不动 安如山的文字 这就是平平稳稳的一个意思 好了这个名字给到他的 好了这个名字给到父母 父母希望孩子安稳平顺 平平安安就好 好那这个名字很好嘛 那白水泉 白河水这两个字加起来不就是泉吗 那这个呢是神话里面 发源于昆仑山的一种水明 陈其美 陈是陈树的意思 美是美好的意思 你看陈树其中的美好的理想 你看有追求有理想的一个名字 陈建真 陈是陈树啊 在你陈树的话里面能够发现真相 发现真诚 那这个小孩一定是个很坦荡真诚的人 戴心悦这个名字 你觉得好不好呢 那你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就出自一个成语叫批心戴悦 批心戴悦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是人大早晨 忙忙碌碌的 很早出去 很晚回来 都见不着什么太阳 是不是一个辛苦劳碌的名字呀 那这个名字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于辛苦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取这样的名字呀 那懂其昌 懂是懂得的意思 昌是昌盛的意思 懂得其中的昌盛之道 你看方向感的八字 观山月 山中有关爱 山上有明月 月照观山 你看这就是一个纯画面的意思 怎么样诗情画意 那意义的字呢 你看刘家瑞 家庭丰瑞之意 你看这个小孩一定关爱家庭 收获颇丰 是对我们孩子的一个祝福的意象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宫之旗 宫殿里面有很多真旗一宝 非同寻常的名字 和字心 和睦 自然 兴旺发达 这个意义就很有哲理 而且他的字形呢 非常的丰满自然 金开城 金城所至 金师为开 你看金城专一的一个名字 刘风桥 风桥用的是风桥叶博 画用的是那个月落屋提 双晚天的那句诗 但是呢 这个除了用了这句诗之外 其实意象一般般 所以呢 并不是那么推荐 江涵章 江水吞吐文章 你看 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名字 那涵章呢 也是昆卦里面的一个谣词 那这是知尽退的意思 那这个名字呢 就很有文化的底蕴了 陆云龙 你看如果把路看成是入的话 就是入云龙的意思 龙在云中方可大显神威 有用武之地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龙字啊 要看看这个八字 能不能担得住了 牛得草是什么呢 你看文字通俗朴实 憨厚淳朴之风 感情也非常的充沛 那这个名字就比较通俗 比较让大家能够 比较大众化 让大家一听能够接受 牛得草啊 鱼得水啊 都是这样的名字 那屈可深呢 你看大丈夫能屈能深 有这样一个 静代其实韬光养晦的意思 那再比方说 吴江涛 吴是南方的意思 江涛就是水的意思 你看 吴处地方生人 江水波涛 往往有很强的 故乡情节 吴如新 这个吴呢 也可以理解为是自己 吴如新 一切从新 自由自在 吴冷西 你可以解读为 冷眼向阳 对西方 有一点蔑视 嚣张 对着西方的这个意思 如果是在上个世纪革命年代 咱们反对西方列强的时候 那这个名字当然是好的 但现在如果起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点过度了呢 没有必要 夜归根 取的是夜落归根的意思 你看 不忘本源 在表达思乡之情 月崇泰 山月敬仰 崇敬泰山的伟大 向往高大与美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旗的名字 阳万里 阳帆行万里 阳帆行万里 心高至远 天地广阔 那猪没有 猪就跟竹子一样 梅兰竹菊 似有之异 但是如果想想 这个谐音是不太好啊 你看猪就是像那个 叫猪啊 没有就是没有啊 那就是猪没有的意思啊 那么这六处心往 你家猪都没有了 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所以这个谐音 你就可以告诉他 然后建议他不要使用这样的名字 张泰青啊 泰青是万里无云 天空高远 张有看的意思 你看 看到万里无云 天空高远 是一个格局很大的 但是泰青这个字呢 也有很强的道家意象 那要跟人讲清楚 看看人家喜不喜欢这个意象 那除了刚才我们解读的这些名字里面啊 我建议大家 如果练习解读名字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一些小说名 比方说金庸的小说 每一个名字 几乎都有很多的含义 你看阿珠和阿子 取自哪里呢 论语洋货里面 他说恶珠之夺子也 就是珠是正色 子为杂色 所以你看阿子一直都埋怨 乔峰为什么只喜欢阿珠 你看恶珠一夺子嘛 你看乔峰是什么呢 乔是乔庄打扮 峰对应着远山的意思 你看乔峰是不是 一直也是寄养在乔三怀家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含义 林平之和尤坦之 两个少庄主 两个人都是命途多船 结果都很惨 但是呢 偏偏要用林平之 尤坦之 以平坦来命名 偏偏他们的命运很凶 那李秋水和乌鸦子 这两个名字都出自庄子 一个出自秋水篇 一个出自吴生也有鸦 而知也无鸦 那杨康和郭靖 这两个出自靖康之耻 社雕的舞爵 我们讲过黄耀师 欧阳峰 伊登大师 红西空 王崇洋 刚好对应着 东西南北中 金水木活土 那韩古巴友呢 里面有很多的含义 爱好弹琴的康广林 是鸡康的广林散 爱好下棋的范百林 用的是古代下棋名人 过百林 那第三个狗独 其实是用的古人 那个点斗 还叫巨斗 用的是这个巨 和这个斗 这个字在巨斗的时候 读作斗 吴领军 这是出自吴道子的名字 薛木华 说仰慕画陀 石青鹿 用的是花的这个意思 李傀儡 我们说演戏的时候 是比较傀儡戏呀 那刚好看 也是个戏子 那你再看看 武当西侠 宋远桥 于连州 于代言 张松熙 张翠山 殷离亭 陌生谷 是不是都有一种 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色呀 其实大家知道吗 在历史上 殷离亭啊 原名叫做殷力亨啊 力亨就出自周易的 元亨力真 那金庸先生 在写小说的时候 发现他的名字 跟其他人的名字 对不到一起 于是就给他改名 叫殷离亭 再比方说 灵狐冲和仁盈盈 取的是道德经里面的 大银若冲 其用不穷 所以你看 金庸小说里面的名字 都有很深的含义 那我们就通过这些名字 可以练习我们 解读别人姓名的能力 那到这里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 一个启名的完整流程 到这里 其实我们每一步 都已经学完了 第一步出生 第一步收集他的时间地点 和启名的要求 在这里有些必备的字 必备的音 以及期待的含义 包括他希望有的一些意象 是什么样子 希望起一个诗意的名字 希望起一个中性的名字 还是只是关心起一个阳光的名字 等等 把他的需求 尽可能的挖掘的清晰一些 这样在我们后来人工选名的时候 那名字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第二个就是通过八字命令 测算出起名所需的重点洗神五行 第三步通过我们的姓名五个集中表 查出明确的笔画组合表 然后呢 列出所有的组合用字 一般都会在几千个这个量级上 然后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讲的 因形意的组合呀 人工的在几千种组合里面 选择出几十个优先用名 有人说老师 这一步能不能用计算机来代替呢 我说句老实话 目前我没有看到 能用计算机来代替的 但我们尽量都是用人工来选 包括自己起名的时候 在这一步也都会花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这个呢 多花一些时间 从几千种名字里面选出几十个优先用名来 这一步其实多花一些时间是很有价值的 那下一个就是起名决策者 从这几十个里面啊 选出十个以内的名字作为备选 这样就是我们的建议和起名决策者的建议啊 我们两个碰到一起了 但很多时候我也会建议 你把这个组合用字表啊 直接给到我们的客户 让他一起来选 尤其是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 他的父母会有起名的参与感 那这个参与感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七步就是起名的咨询师 对于十个以内的这个名字啊 进行逐个的解读 供起名决策者来选择 那有的时候呢 起名决策者他选不过来 他说老师我看花眼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解一解 咨询师可以来指定三个给他选择 也可能他自己就指定好了 最后呢就通过这样的九步法来选定一个名字 那有人说老师最终应该谁来选定呢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起名流程里面 一定是要让孩子的父母 或者说这个起名的决策者 他本人来选择这个名字 我们永远是给出范围 而不是给他最终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给出一个说 这个名字一定是最好 因为所有的名字 只要通过了我们的八字命理 通过了五个不像 那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还不错的名字 接下来就是因形意 只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这些名字就是平等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喜欢与不喜欢哪个的问题 所以喜欢与不喜欢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而主观的选择 一定要交给我们的起名决策人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 选名的一些说明 首先是相同的姓名 不一定有相同的运势 不要迷信 所以经常有人说 老师那这个名 那某某人的运势好像不太好 跟他的姓名有很大关系吗 可能跟他的姓名 与他八字不匹配有关系 但绝对不是说这个姓名单一的导致的 第二就是很多人会问说 老师姓名跟属相有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从我们的整套课程听下来就知道 我研究问题也好 我们讲周一的学术也好 早就不在年这个科医度上来讨论问题了 而属相是以年尾科医度的 所以我们从来不在这个科医度上讨论问题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说 女生起名要从诗经里选 男生起名要从主词里选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但是如果我们起名的时候 能够从传统国学里面 选出一些有传统国学意向的名字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那在选字阶段呢 很多时候我也建议大家 不要光自己选 也可以请一些学问比较深的人来帮忙选 比方说当过语文老师的人 或者说自己平时读书比较多的人 传统文化地域比较深的人 可能能够选出一些更好的名字出来 然后常用字的这个含义表 是可以参考的 不用拘泥 很多人会说 女生名字里不能带这个字 男生名字不要带这个字等等 甚至有很多时候 他们会传出很多常用字来 来告诉你说 你看这个名字多么不好 但我们会发现 用这个名字的人那么多 我们不能根据某一个字本身的吉凶 来判断整个名字的好坏 所以不要太拘泥这些内容 但是呢 我们尽量选择意向比较好的名字 也就是了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特别是成年人感名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给他十个名字 他都不满意 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十个 然后你看完 他还不满意 还要再要十个 说真的 在很多人眼里 你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好的名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告诉他 名字都有一个由生到熟的习惯的过程 你先选一个你喜欢的 先去叫一个月 或者叫一个星期 那你喊一个星期之后 你觉得舒服 那这个名字就可以 不行的话 咱们再换嘛 所以留一点时间 让他慢慢熟悉这个名字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名字刚开始叫的时候 还挺生僻 觉得不太舒服 叫了一个星期之后 哎呀老师 我舍不得这个名字了 我就要这个 我特别喜欢 这是我们启明里面非常常见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留一个习惯的过程 那在启明的过程里面 还是提醒大家 不要去焦虑 不要去执迷 这个名字只要满足我们的大的方向 没有问题 那都是平等的 不要去追求那个 唯一的最佳的 不可改变的名字 再一个就是 看到名字之后 不要听别人议论 非要把你的名字找出缺点来 那说真的 欲加之罪和唤无词呢 所以大家不用太执着于我的名字 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能挑出一点毛病来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有没有选择我们名字里面最好的那个解读 最好的那个意象 并且深以为然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那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启明的全流程就跟大家讲完了 方法也都讲完了 到这里呢 要大家要理解启明里面因形意义的基本要点 了解姓名解读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然后呢 全面的去通向咱们启明的整体流程 然后更深刻 更正确的去理解 姓名学的实战思路 我们知道姓名学在现代确实有很广大的市场 那每年都有一千多万的孩子出生 那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那也会有很多人在这里面动各种各样的手脚 甚至以贩卖你的姓名很差 这样的焦虑 作为自己的职业和赚钱的思路 那我们要与这样的思路划清界限 我们重要的是起出吉祥的好用的名字 而不要去做太多贩卖焦虑 甚至是有些人借着姓名学来传播封建迷信思想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站在学术的角度 与这些江湖术士与这些封建迷信啊 跟他们划清界限 好的 那本次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课再见